自从特首于98年施政报告发表资讯科技教育五年发展策略之后 本校亦于同年正式成立资讯科技教育策划小组 负责统筹及定定校内IT教育发展方向 软硬件扣置 校本教师培训 及培养学生使用IT实践自我终身学习的文化 在网络设施方面 本校于98年9月参加由中文大学举办的校园资讯网Cyber Campus计划 将电脑室、图书馆及两个教员室连网 且于99年7月 自行将网络扩展自五个实验室、美术室、地理室、校务处及礼堂 现时学校的网络结点共63个 窗面电脑55部、首提电脑22部、电脑投射器共11部 至2000年8月,由本校校董会全力支持的校舍矿建计划将告完成 工程合约费用近1亿港元 并聘请Automated Systems Limited 为本校新校舍设计全新网络 网络见点多达337个 届时每个课室、专室及教员室 每个座位都可以上网及传取内联网的资料 为了鼓励学生在家中仍然能够下载网上丰富教学资源 本校于99年9月和CTI城市电讯合作推行CTI Teens 学生上网计划 而学校亦都可以使用由CTI提供的T1专线服务 以突破扎贫乎互联网的樽颈问题 为方便老师将教材网页放上网给学生使用 本校亦都自行架构万维网伺服器和网站 发布学校官方资讯 同时为强化校内私生沟通渠道 本校在99年9月正式采用Screw Team 学信 为内联网平台 每位私生皆有网上私人卓面和电邮户口 学内IT教育组更训练和鼓励私生致行建立网页 高视版 互相交流学习心得 在课堂应用方面 本校已有学科采用资讯科技进行教学活动 包括在实验课中使用Data Logging System 实时摘取实验数据并展示于学生眼前 利用实物和电脑投射器展示学生创作 以达互相欣赏和鼓励之效 以及利用电子化笔记和录像提供教学的质与量 最后本校的长远资讯科技教育目标 为建立校内IT文化促进私生终身学习 达至优质教育 由于成立文化促进行为 即便 未经许可第3uelle congruence 最后本校的课断 正常与制作人 未经许可及 未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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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